中美关系就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也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中美关系如何才能波乱反正 重回正轨 真正实现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我想重点谈三点意见 首先 中美双方不应寻求改造对方 而应共同探索 不同制度和文明和平共存之道 第二 中国的对美政策没有变化 我们仍然本着善意和诚意发展中美关系 第三 坚持走对话合作制度 希望美方构建更为客观冷静的对话认知 至少更为理性务实的对话政策 这样子 继续和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深入世界各国对中美双方的期待 之后